中秋節爆量的人潮之外 鮮開禮盒 塞滿肉片肉排 還有霸氣海鮮 這一些都是店裡頭的 招牌食材 業者突發奇想 賣燒肉禮盒 還有烤法教學 大約抓的時間 你大概抓一分鐘吧 除了冷凍食材之外 禮盒裡還附上烤肉用具 和醬料包跟手冊 準備全配的套裝 讓顧客帶回家烤 除了消化中秋節爆量的人潮之外 還能增加營收 我們在中秋的這一段期間 通常前後定位都很忙 然後很多客人都會吃不到 我們的燒肉 所以我們想說這一次 推出的中秋禮盒 把它慎重的包裝好 讓客人可以感受到說 在家裡也可以吃到 跟我們店面一模一樣的東西 一大早就要去買 然後要準備很多東西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樣可以省下很多時間 光是這個茲茲城 就讓人忍不住流口水了 美福飯店也推出 香腸跟糯米腸的經典烤肉組合 距離中秋節還有半個月 但現在已經接近晚售 那目前銷售的狀況非常的良好 那目前已經達到了七成左右 推出生食禮盒 搶供烤肉商機 連飯店內的餐廳 也跟風推出串燒套餐 線上平台還有日式和牛 重量級禮盒 另外美麗星飯店 則是主打外帶烤機 台中的日月前起飯店 奢華組合把和牛松葉蟹餃 都放進禮盒裡 各家業者比豪華 比氣派 讓中秋烤肉戰提前開打 三立新聞中紀委代理會 台北報導